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Ada 據《路透社》3月25日的報導 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戴琪表示 美國正在準備 對北京的貿易政策採取新措施 華盛頓需要新的 更有效的工具 來捍衛經濟利益 並且更好與中國競爭 報導引述熟悉事件的消息人士說話 美國下一步 可能會進行新的貿易調查 調查可能會導致對中國徵收關稅 甚至禁運 戴琪說 我們將會需要翻開遊戲規則的那一頁 我們不會停止推動中國進行改革和改變 但是我們也不能繼續拖延 等待中方作出決定 在特朗普政府給予的關稅豁免到期之後 23日拜登政府表示 美國將恢復352項 中國入口商品的關稅豁免 包括特定種類的單車零件 電機 機械 化學海鮮和行李袋等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在3月較早時 之後遞交給國會的一份報告說 中方加倍實施有害的貿易和經濟損害行為 北京未能兌現 它在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承諾 即是額外購買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和服務 大奇上任已經一年多 一些美國企業高層表示 他們對政府懲罰中方違反承諾的緩慢進展 感到沮喪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貨物貿易逆差 在2021年 達到3,553億美元 是2018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大奇承認有挫敗感 但是他指出 在過去一年內 華盛頓和其他國家 解決了長期的爭端 而這正是為了日後關注北京帶來的 更大威脅所做的準備 大奇說 華盛頓解決了與歐盟及英國之間 長達17年的飛機補貼爭端 以及與歐盟、英國及日本之間 長達4年的美國降女關稅之爭 一位美國官員說 大奇在2021年11月 恢復了由特朗普政府開始的 與歐盟及日本的三方對話 尋求對中共的工業補貼 和其他的非市場政策和做法 採取三方聯合的辦法 並在世界貿易組織獲得支持 官員說 華盛頓正在考慮 對中共的工業補貼 進行新的301條款調查 這可能會導致新一輪的關稅或禁運 華盛頓支付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的 瑞恩希表示 拜登政府可能根據1930年關稅法的 第337條 針對中共違反知識產權保護的行為 展開行動 瑞恩希曾經擔任商務部官員 美國國會也正在考慮通過兩黨立法 加強保護商業秘密免受侵犯 同時加快調查和剔除程序 戴琪表示 美國對中共在新疆地區使用強迫勞動存在擔心 正在制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有史以來的第一個關注這類主題的貿易戰略 北京現在還面臨西方國家的警告 不要幫助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King and Sporting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前美國貿易代表萊達希澤的首席幕僚 高級貿易官員詹姆森格雷爾爾 北京對烏克蘭戰爭的反應 加劇了歐洲對中國日益增長的不安 而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 可能為未來針對中國的行動 提供了一個劇本 對此戴琪說 俄羅斯和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 兩個不同的經濟體 兩種不同的情況 我們真是將它們混為一談 是很危險的 而另一方面 2022年3月25日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 將俄羅斯的卡巴斯基實驗室 中國電訊美洲公司 和中國移動國際美國公司列入黑名單 這些實體的通訊設備和服務 被思維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2019年攀布的安全和可信通訊網絡法 要求FCC公布和更新 對國家安全或美國人安全 構成不可接受風險的通訊設備和服務清單 2021年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將5家中國公司列入黑名單 這是首批列入美國通訊監管機構 涵蓋名單的公司 FCC主席傑西卡羅森玉塞爾星期五 在一份聲明指出 去年FCC首次公布了對國家安全 構成不可接受風險的通訊設備和服務清單 而FCC一直和國家安全合作夥伴密切合作 共同審查和更新這份清單 聲明指出 今天的行動是FCC持續努力的最新措施 作為更大整體政府方案的一部分 包括審查在美國提供服務的外國公司擁有權 以及在必要時撤銷外資企業在美國的經營授權 此舉用意是加強美國通訊網絡 抵禦國家安全威脅的能力 這項決意意味著 FCC每年83億美元的普通服務基金資金 將不會再用於購買 或維護任何黑名單上的公司的產品 自從俄羅斯上個月入侵烏克蘭以來 總部位於莫斯科的電腦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實驗室 持續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 長期以來 美國官員一直對卡巴斯基發出警告 美國在2017年正式禁止該公司的旗艦防毒軟件產品 進入聯邦網絡 最近歐洲網絡當局也開始仿效發出類似的警告 3月15日負責網絡安全的德國聯邦資訊安全辦公室 BSI警告 企業若使用由卡巴斯基實驗室開發的防毒軟件 恐怕會有受到黑客攻擊的風險 呼籲使用其他防毒軟件取代 私營公司也開始與卡巴斯基斷絕關係 3月25日較早時 卡巴斯基在推特發表一項消息表示 總部位於美國三藩市的漏洞縱測公司Hickle One 已經將該實驗室由平臺踢走 2021年10月 FCC撤銷了美國對中國電信美洲在美國經營的授權 說它受到中共政府的剝削影響和控制 中國電信還未能說服美國法院撤銷該決定 2019年FCC以國家安全風險為理由 拒絕了中國移動提供美國電信服務的申請 FCC在2021年3月已經將華為技術公司 中興通訊公司 海能達通訊公司 杭州海康威視數字技術公司 和大華科技公司 列入國家安全威脅黑名單 以上節目內容 是取材自本台記者林彥編譯 夏宇林彥的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